早啊 杜凡 恭喜你成为公司正式员工 待会儿一起吃饭 好啊 没问题 我请客 好 杉杉 你也该向我表达清楚了吧 好歹你都已经过了实用期了 你也没什么可顾虑的了 三个月总该一些信任和坦白吧 正是这个意思 同部门同事之间更加了解彼此 总没有坏处吧 而且我们哪天得救了大红人 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 杉杉 我们实在是看不透了 你的靠山到底是齐帅还是大老板 我 我 我跟大老板 我跟齐帅都没有关系的 那可能没关系 你没关系就是三天两头 去老百分公司吃午饭 然后齐帅还能来找你 就回答我们两个字 老板还是齐帅 说呀 你快说呀 你快说呀 你 老板说你 你们有完没完啊 不是特别好 我们看一下第五才到第三方了 进 那个齐帅 大事不好了 珊珊她跟别人吵起来了 什么 你们千辛万苦的烤进风腾就是为了讲这些无聊的八卦吗 说什么呢你 谁当那么长 为什么不去申请一个急事实施的高手 你不认识谁承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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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认识 不是我说你们都挤在这小小茶之间 这干什么呢 都好奇是不是 行 那我告诉你们 珊珊啊 目前跟大老板没有任何的关系 没有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不是就是有那跟你们也没有关系 是你们工作的重点吗 我知道呢 你们职场八卦在所难免 但也得有个度是不是 都是一个公司的人 你们这样吵吵吵吵的影响多不好啊 可是她说她是她女朋友 就是呀 刚刚讲的 拖球电灯泡 就是啊 就是我女朋友 就是我女朋友 他就是我女朋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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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以为我们帮助了 你以为我们的你们是 爹 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行了行了 都散了 工作去吧 快走吧 走吧 走吧 够严了 你 打下一本 不可理喻 你们就是你杨人家来的 搞得好像我们爸扒着你似的 好 好了 就在这一次 我要把心里享受的全部都说出来 现在我也是正式员工 想开除我也没那么简单 挑菜虽然是我的特长 可我也并非只有一技之长啊 而且也不能这样没有尊严地使唤我 不管了 就这次了 我一定要说明白 要么不再挑菜 要么就歇菜 我就知道会看到你 我就在想啊 老板今天恐怕又没有心情吃饭了 他每次一给你吃饭 心情就会好多了 你愿意来真好 今天 大概是我看过他最消沉的一天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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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来 来 来 去来 来 帮我 来 去来 来 去我 来 去到我 去吧 可是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今天 大概是我看过他最消沉的一天 今天的菜色有 唐辛莲藕 冬坡肉 玉米炒黑豆 还有桂圆细米露 你不爱吃唐辛 就把莲藕留下 把唐辛剃掉 冬坡肉呢 会把肥肉给你剃掉 桂圆细米露是你的最爱 把我的那一份也给你 但是有一件事 如果你不喜欢吃黑豆 以后就别让你家大厨再做黑豆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再给你挑了 咱们免心 好 不喝胃口 但是今天从你脸上 看不出任何好吃的表情 老板 你今天心情不好啊 我看是你心情不好吧 你还关心我 那个杜凡恩 他真是你男朋友 不是的 不是的 其实他是我同期的好朋友 只是看不过那些同事欺负我嘲笑我 他才站出来说话的 杜几流言 流言 跟谁的 是跟秦帅 不是不是不是 是郑总监的 不过 这不可能了 怎么是真的呢 你还是专心吃饭吧 少说话 好 今天菜怎么那么难吃啊 你得问你家大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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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